我覺得郭台銘這次去美國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絕對不是要跟蔡英文比行程 絕對比不贏 因為什麼好講的 因為他根本不要講說他是總統 或卸任總統 他根本連政治人物都不算是喔 所以我不認為他要去跟蔡英文 比他誰的多 見得多什麼的 可是問題是他要比兩個人就好 一個是比柯文哲 一個是比侯友贏 對不對 他坦白講 現在選初選嘛 我贏這兩個人就好啦 對不對 我投過生再過嘛 沒有說投過生就過 投過再想辦法讓生過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很清楚嘛 他去美國的強項是什麼 他在美國一定有他累積的人脈 就產業的人脈嘛 所以他在美國做他產業人脈的巡迴 是一定約得到人的 那約到人的過程中 你看他腦袋也清楚嘛 他講說台灣跟美日合作 台灣跟這個不能跟中國整合 台灣跟美國跟日本去做整合 這郭台銘講的話嘛 所以他知道講什麼事情 台灣人民會有感覺的嘛 他給萊茵的支持者另外一個選項 不是只有稱讚中國防疫好的選項之外嘛 這是一塊 第二件事情 當然民進黨會繼續質疑啊 你郭台銘這個骨子你這是老共嘛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對郭台銘來說 他很輕鬆啊 我就是沒見中國官員 你怎麼樣 對不對 我在怎麼樣 我在美國就是在美國 你怎麼樣 這第二件事情 至少對方 就民進黨沒有見縫插針機會嘛 懶得插或是沒得插或是沒空插 反正就插滿久就飽了嘛 對不對 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最關鍵 跟侯友宜拉開差距嘛 對不對 這個差距 我覺得是郭台銘天生的戰略優勢嘛 就對郭台銘來說 他當然去美國會比侯友宜來的優勢啊 因為侯友宜有個很大的劣勢 但是我不是要瞧不起說他沒有不會講英文什麼的 我講說他很大的劣勢是因為他現在被綁在新北市 所以他很多行程再講到北北基陶 他想辦法就是跟新北市扯上關係 他才能去 可是郭台銘沒有這個問題 他愛去哪去哪有私人飛機搭了就上嘛 對不對 所以他還說回來後不過癮 要再去日本一趟 對不對 還不過癮嘛 我跟你講他還可以去印度 我跟你講 印度就還可以去越南 越南就還可以去印尼 多的是地方可以去嘛 對不對 所以他在做他跟侯友宜的市場 有區隔嘛 所以我覺得這刀切下去 對侯友宜來說很痛 可是相對來講的話 侯友宜對 你剛剛也講到 因為他現在困在新北市 包括議會啊 或什麼這些 就是不要罵他 我想他不想 他不想繞一個所謂的 落跑的那些 這樣罵名 可是因為最近的態勢 包括民調 包括所有這些 所以你看媒體講 第一個 他是不是也在提早時間 會不會拉到四月份啊 要去做表態 第二個小立元星星 大家都知道最近幾次的選戰 他在預估上面都OK 那小立元星星也講說 侯友宜 如果國民黨真的定義尊 或是什麼的話 他的民調應該也會上升 所以他某種程度 也覺得侯友宜這些OK啊 我覺得侯友宜的問題 一直不是什麼時候表態的問題 他現在狀況已經變成說 大家對於怡猴論 或對於他 到底能不能擔任 總統這件事的問題 你覺得現在已經跨到這一層了 你能不能領導或什麼 而不是單純在新北落跑 對啊 就是他對於國家大事 懂不懂嘛 尤其是馬英九叫他去補習 馬英九叫他的嘛 對不對 馬英九建議他的嘛 建議他充實 充實嘛對不對 怎麼辦呢 誰都要充實啊 對啊 可是問題是他 有人要看誰都要充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的問題 真不在什麼時候落跑 不是什麼時候跑走 是在於是他現階段問題 是他的底欲能不能夠滿足 而且這很奇怪 從二月他講出大國的旗幟的時候 大家就來挑戰他這件事 我覺得照理來說 就應該要有所去調整 而這調整可以通過幕僚作業來搞定 包裝嘛 如何把一個草包包裝成精美的禮物 我覺得這不是很難的事啊 你把那個東西念一下就好嗎 或是問一下講話案的團隊 我覺得意思是 這我覺得不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沒有做啊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到現在 我覺得他已經錯過最大時機了 我覺得要分兩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就先講侯市長自己 就是他過去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一路都在新北市政府嘛 從副市長然後到這個市長 那在這個市政的舞台上 加上他又不是喜歡去談 非官市政議題的人 所以相對來講 不管是兩岸問題 或者是這個軍事國防 似乎在過去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都沒有什麼他發揮的舞台 也沒有什麼讓人這個 格外耳目一新的 這個幫他highlight的金句 所以在現在這個 可能讓由他來代表國民黨選 2024年總統大選的這個當下 他會受到很多的質疑 不過我也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喔 基本上不管誰當總統 他都不會是一個全能的人 絕對是一路 甚至他可能當選了之後 他有各個領域的幕僚 來協助他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部分黨派都是這個狀況 那只是說 我有一種既視感 就是現在這個選舉 很像2020年的時候 反正起首是就先把這個 國民黨的人選抹成 什麼都不會的笨蛋 那看起來這個仗 就會先從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開始打起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 莫名其妙的地方 那如果他真的失言 或是講錯什麼事情 或者是發表了某種背離台灣主流民意的發言的時候 你再來指控他是草包還不遲 那在這個時候 他在決定可能要參選的過程當中 他會有很多的幕僚團的徵詢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的這個副 副手或者是他的內閣成員的各種各領域專才的徵詢的過程 你要把他通通講成是惡捕 臨時抱佛罩 我覺得這個也不盡然公平 但是對現在來講 我還是很汗言的時候 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們的進度還是在 人選還沒有趕快端出來 檯面的這個 好歹有徵召兩個字出來啦 對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第一線面對到的交集 就是每天都會被問說到底是誰 還有什麼時候出來 那但是還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比2020年明顯的太慢 但是也不是照大家高枕無憂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作業程序 可以動作快一點 人選只要晚一天出來 就是比民進黨晚一天起跑 那不管你的人選再強 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是耗損 但是你自己在地方跑的時候 那有感受出來就是包括 因為最主要目前大概郭跟猴兩個人 是比較就比較多討論的吧 你自己在地方的時候 就好像對郭跟猴支持的 哪一個會比較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要看他的屬性 因為我很誠實的講 如果我們是在這個黨的聚會裡面 很絕對大家的標準一定是黨員 這個層級高於黨友 所以對我們的支持者 就是真的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現在民政才能言順 那在這個黨籍一件事情 還沒有進下一步進展之前 絕對是黨員有志參選 對 優於黨友啦 但是也不是叫大家直接大門一關碰 就把這個其他非官黨員 全部往門外推 倒也不是這樣 現在作為在野黨 就是能積結所有可能的力量 我們都失望那個是 未來一起努力的方式 剛剛你有沒有聽到 剛才佩軍長 人家那個總統 哎將軍還記得嗎 將軍升上將軍以後 就不掛兵科了 對意思就是你要所有的兵科都要懂 可是平良人講 我如果是我如果是裝甲的 你真的叫我懂其他那些 我也不見得真的懂啊 參謀總長哪有什麼都懂的 佩軍的意思就是說 當了總統 誰會什麼都懂啊 那好歹有幕僚嘛 你們幹嘛要把人家 現在講成好像什麼都不懂 誰會什麼都懂 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什麼都不懂 這才是關鍵 我剛回要補一下 正好講的那個郭台銘 郭台銘出手就是針對 因為他已經被談了 那他是徵召了可能人選 在菲律這邊 然後他現在在鞏固 他的基本盤 郭台銘先前的時候想當老虎 姿態太高 所以他現在變成狐狸了 非常的精明 他去那邊是什麼 有一個人說 人人都是外交官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外交官 郭台銘這次沒有坐他私人飛機 他是坐的是一般的客機 為什麼 因為私人客機你要花一段時間申請 代表著他就是你講了我就去 然後呢 我馬上就可以去做外交官 所以我不需要請柯智恩 夏立妍 先到美國那邊去幫我安排人脈 所以我自己就有人脈 我就是外交官 然後他去那邊談那些 你說那麼人在乎說什麼 經濟什麼的內涵嗎 沒有啊 玉山科技協會 起家是在矽谷 就在90年代 他有他人脈 他本來就有他人脈 去那邊演講跟你談科技 也可以談到說 現在全世界新的趨勢 雖然不能完全依賴中國 他是講給誰聽的 他是告訴你說 科技喔 國際局勢喔 經濟喔 世界這種大事情喔 我不需要補習 我立刻可以侃侃而談 所以他全部的現在就是 因為你要看到民調的趨勢 侯友一下是快速的在下滑 那雖然現在還是已經上了郭台銘 可是郭台銘是平的喔 郭台銘沒有在調喔 所以他現在反過台 因為你就看那個細部分析 像鄭傳媒的民調 細部分析裡面 侯友宜沒拿到全部的國民黨的 侯友宜更沒有拿到 表態是泛男的 表態是泛男的只有幾乎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呢 知識男 經濟男 科技男 所以郭台銘現在在做的事情 叫做鞏固基本盤 那至於侯友宜呢 當然如果你捨 可是你連一件事情 都沒辦法具體而明確 然後呢 我們就會開玩笑講說 這不是他為什麼會下滑 現在已經不是落跑的問題了 當時韓國瑜的時候呢 科技靠美國 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經濟靠中國 努力靠自己 那像侯友宜呢是什麼 徵招 落跑靠徵招 解套 然後總統靠補習 所以侯友宜真正的狀況是 如果說你要學習 可以啊 那你至少有學習的成果嘛 你不要再騙我國政顧問團 韓國瑜有沒有國政顧問團 有啊 弄到那些國政老師呢 坐車下去四個小時回到高鐵 在新竹的時候打電話來說 你剛剛講什麼 再來講一遍 然後他上台 其實我們國家大政是給你當高年級實習生嘛 國民黨如果沒有誠意去面對高年級實習生 這件事情你說有多少老師 尤其是我們講更白一點 你去問問新北市市政府 你問問實際的文官 你問那些市議員 侯友宜是一個會去仔細聽幕僚講話的人嗎 如果會的話 他整個新北市政府攤出來 會是只有事務官 沒有一些讓你覺得眼睛已亮了 除了劉荷蘭 但是劉荷蘭也請你搞清楚 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真的很不一樣